英国脱欧的问题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英国脱欧的问题 英国暂时来看在整件事上真的成为输家 因为国会出现了一个可以说 既从来都少见的分裂 另一方面来说也不依民意而行 在在来来说我发觉英国的民情也好 或是国情也好 我想现在都去到一个十字路口 究竟最后这个蓝摊子如何收回它 我想只有天晓得 因为现在看来英国一定要跟欧盟再谈一谈 究竟脱欧的时间比是怎样 不过你说欧盟在现在这一刻来说 会不会趁英国自己都大混乱的时候 会再肯大幅让步呢 我想这一个机会相当尖美 另外一方面其实如果从大局观去看的话 究竟英国脱欧搞到那么尴尬 对于整个欧洲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今次英国脱欧 我想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欧盟的前途或未来 看到今次英国的状况 我相信未来十至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还有无国家敢说脱欧这件事呢 我觉得相当之机会很小的 因为英国本身其实在欧盟里面 那个历史或角色都相当之特别的 是少有可以用回自己的一个国家货币 唯一只有这个国家 其实多多少少都因为积落的伏 这些伏是什么呢 例如在过去的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那个本身在欧洲里面 一直都是很坚毅地去对抗这个纳粹政权 最后是得到胜利 所以其实这个这么历史悠久的民族 在整个欧盟里面是格外获得尊重的 但很可惜的是说 在今次脱欧不成之后 这一个局面打破了 说真的一句 其实在经济的实力上 英国已经落后于德国好一段长时间 这件事会不会在往后的欧盟发展里面 有一个关键性的改变呢 我觉得就必定会出现 德国无疑就会成为了欧盟里面 以后一个我觉得就算你不要说霸主都好 都应该是一个领头人的位置 而法国我觉得因为国内的经济一样 再加上政治上也不太稳定 所以法国充其量都只不过成为一个第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由德国去领导的欧盟 我想在未来都不会有太多人会有一个争议 反过来说只不过看看他的权力有几大 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我想很多欧洲 仍然未入欧盟的国家 对于入欧盟我觉得都会成为了他们 很趋之若无一件事 看回有两个例子其实都可以见到这些端倪 第一就是希腊透过欧盟这个组织 其实能够顺利过渡到他自己的金融危机 那个经济的大动荡 这方面来说其实已经是令到 我想无论希腊人也好 或者欧盟的一些高层也好 都相当之是引以为荣的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看回马其顿事件 马其顿宁愿自己改名 改做北马其顿和希腊达成协议 都希望因为这样而令到希腊支持他们加入欧盟 那又见到其实北马其顿 现在叫做是几样想加入这个政治经济 甚至区域性的大组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未来整个欧洲大陆 可以觉得那个团结性一定会更加强 那反过来说 英国就会变得 就算不是孤家寡人都好 都要重新去逐个逐个国家 去谈他们的外交关係 在这方面来说其实相当之不着手 那反过来说 其实一个长远的合作伙伴 美国又会怎样看英国现在的处境呢 究竟会真是仍然是维持一个很友好的关係呢 还是觉得他都没什么利用价值去踩多一脚呢 我估计最初都应该仍然是会保持一个很友好的关係 但长远来说我觉得英国究竟是否真的能够 自己能够很独立于欧盟之下 成为一个在世界上都有牙力的大国呢 这个就真是有待观察 不过这样最后其实都可以跟大家归纳到 今次这个脱欧事件的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说欧盟或者甚至乎德国都未来 应该在世界的角色位置扮演上面都相当之重要 甚至乎究竟有没有一日可以挑战到美国呢 我觉得虽然你说在科技上仍然有些距离 但难保在十来二十年之后呢 以这个欧洲大陆这么多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心力来说 会不会真是斗不过一个三亿人的美国呢 我觉得这个就真是可圈可碟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儿